大家好 我是Peter胡德鳴 远傳電信執行副總經理 首先第一個我覺得 我们要有一个非常清楚的数据战略 也就是我们所谓建构企业的数据中台 首先它就会带来第一个好处 就是让我能够数据化完整的掌握 今天企业的整个营运的流向 随着你在资讯技术 在大数据技术应用的经验 你会把时间差拉近 就是挑战了第二个 我怎么样能够及时的感知 我现在企业营运的流动 我今天怎么样建构 我这个数据收集的平台 再结合到IoT的技术 那我能够做到这个程度之后 我就开始能够挑战模拟 如果我采取什么样的方式 我能够有更好的 更精气的能耗的消耗 那这个东西 其实我在建立我企业的能耗的基本线 第二件事情就是 云技术的运用 很大的成本是在顶层的pacility 于是云计算这里所带来的一个 非常大的好处是 它能够peaking from small 一个3000万的AI伺服器 我如果假设能够用新台币的60万 就能够达到我所需要试验的成果 事实上这对很多企业的决策主板 它是能接受 云计算带来的第二个好处 就是我能够立刻扩张这个算力 我不必等待七个月的交货期 我就能够如火如荼的把我的这个好的成果能够弱傲 再来第三个策略 就是外部创新力量的结合 透过公司财务跟投资的力量 再加上技术共创的输出 我们成立远传新创加速器 一方面我们带着新创帮他们找商机 一方面借由他们的努力 来帮我们找到外部创新的可行性 这个是一个远传自己走过的路 那么也提供各位先进做产品 想要了解更多OpenAI 如何在远传变性落地实作 请关注Tag Orange智慧大工厂特展 谢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